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书迷说频道 我们之前拍了一些 有关训练的影片 点阅率会比较低 但是最近发现说大家对训练 慢慢的越来越有兴趣了 然后再加上我们有自己的训练教室 我就想说 可以多拍一些 训练相关的一些 影片给大家 我们之前拍过几集 两年前 那个是在外面的训练中心 书迷就有示范 很多年前 那影片我觉得还是蛮有参考价值的 那我们可以请大家参考一下 那我们上一集呢 讲这个SSB 安全深蹲钢跟六角钢 但是这些都是需要去训练中心 那原则上呢 那我还是建议大家要找好的教练 然后一个好的训练中心去训练 但是讲归讲呢 其实大家都还是想要自己练 我也不能说阻止你啊 或者是说不屑于这种行为啊 这是人性嘛 要顺着人性 你想要自己练 好 我就教你自己练 所以我们这一集呢 就要教大家怎么样自己开始练 还是要讲在前面 就是说这个是先让你体验 或是做一些基础的训练 慢慢的你去了解说 其实训练还是有它背后 非常多的一些资讯 还有一些专业 你必须要去这个请教教练 然后聘请教练来协助你 那还是一个最高效的一个方式啊 只要要自己练呢 来我们现在就教大家 第一个先从上半身开始 为什么要从上半身开始 因为你骑车嘛 你有去骑车 你的下半身是有时候要训练啊 你的腿力是有时候要训练啊 但是当你的距离越来越长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 你上半身的力量就开始力不从心 很多人呢开始手痠啊脖子痠啊 身体躯干撑不住啊 核心的这个力量不够强啊 所以我说可以从上半身 还有一个上半身呢 你自己比较容易操作 再来呢 上半身要练到受伤的几率呢 是稍微低一点的 然后呢我们今天呢 会先以哑铃为主 或者说徒手训练 比较容易取得 或者说非付费的场所 你可能就有啦 训练有六个方向 四加二 上半身四个 下半身两个 深蹲硬举 下半身的难度比较高 我会建议你还是有教练 那上半身呢 四个 就是水平的推拉 还有垂直的推拉 垂直的推力量是往上 拉是往下 好来我们来示范 当然先从轻的重量来示范 你可以拿个哑铃 你要这样子 还是这样子 只要是杠铃的话是这样子 但是哑铃比较轻松 那杠铃为什么比较难 要去删你的下巴 好那哑铃就不用了 好那我会建议说 你就比较轻松的方式上去 你要直上也可以 好 你要上去的时候稍微旋转一下 也可以 这是单手的 那你可以做双手的 好你可以做双手 双手 要坐着做还是站着做呢 其实这两种都是可以的 好为什么 我们骑车的时候 屁股有坐在椅子上 好要坐在坐垫上 那我们其他的运动 可能是只有两脚坐地 但是自行车的其实是 会坐在坐垫上 所以这两种训练都是可以做的 那我们说训练有一个原则 叫做变化 多样性 所以这个跟你的专项也可以结合啊 然后第二个是什么 好 教大家划船 那我们假如没有划船机呢 你用哑铃做 假如我们先做单手 第一个你的身体要有一个支撑 那不要头背 你的臀部往后 就像蹲马步深蹲的支持 那手是要有支撑 那这个让你的背尽量的放平啊 身体不要旋转 不要做的时候就这样旋转 你的身体尽量不要动 然后呢 你的肩甲 还有这个手背 把这个哑铃拉上来 要拉上来 OK 那你可不可以两个一起做 可以啊 那你的姿势就要比较好一点 所以第一个你要把你的姿势做 做这个蹲马步或深蹲的姿势 背这样是我们说 Nutra中立的姿势 趋宽屈膝下来 不要脱背 姿势要好 你可以这样子拉 你也可以这样拉 是可以变化的 然后 训练还有一个原则 叫无痛的原则 这个多样性 所以 没有说什么是标准动作 所有的动作都是可以做的 要变化 然后再来是 假如你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会疼痛 不舒服 那你就要避开 疼痛不舒服的角度啊 你不要说 欸这是标准动作 我一定要做标准动作 然后做到疼痛 做到受伤 这是不对的 所以我们说我们可以单手 双手 双手做 然后背要放平 驱宽 驱细 这样 好 这是划船 中间我们稍微说明一下 就是说 要做几下 要做几组 那我会建议不要做 太轻太多下 要做重一点 五到八下 低于五下 那表示太重了 你要把它放轻 只要超过八下 表示太轻了 你要加重 那会建议做三到五组 五到八下 然后中间可以休息 那休息多久 休息到足以让你做下一组把它做完 一般建议三到五分钟 那也不要太久 太久你身体冷掉 好所以我们刚刚做了两个 我们再继续做后面两个 好 握推啊 握推其实在健身房里面是最危险的训练项目 训练健身房里面会压死人的 其实握推是第一名 但是我们做哑铃握推是最安全的 为什么 手放掉就好啦 那因为有杠铃 会压到 然后又不喜欢用这个保护杠 但是我们说 我们今天教大家是非常安全 那假如你有一个长板凳 比如说健身房站 然后家里面有长板凳 你就可以做握推 你可以拿哑铃来 躺下来 可以推上去 握推 好 那假如你有哑铃 可是你没有长板凳怎么办 我们把长板凳拉到旁边 你可以在地板上做啊 这叫地板握推 杠铃也可以做啊 这也是一种变化啊 他做的动作幅度不太一样 但是你还是可以做 比如说你看你的手 那只能到90度 只能到90度嘛 对 这也是可以做的啊 地板 我们做的是 地板握推 这样是不是就更有变化 然后你就地取材 其实还有一个 你可以做伏地挺身 我们说伏地挺身 也是一个水平的推 只要使用哑铃的话 可以做这个 板凳上的这个哑铃握推 或是地板的哑铃握推 好 那我们再示范下一个 好 第四个 我们讲的叫阴体向上 对很多人来讲是一个门槛 像说明这个中年的大叔来讲 其实阴体向上也是相对难的 为什么 体重比较重 那上半身的肌力没那么大 所以常常是做不到无下 这个时候我们会需要用一些辅助 比如说你有蹲矩架 然后有这个大小条的弹力绳 那我们就可以利用弹力绳来做辅助 那传统有一种是用吊刮式的 我觉得那个是不太理想的 这个是我认为比较好的一种辅助方式 你可以用大条弹力绳 那你可以利用这个挂钩 你可以选择弹力绳的粗细 你的场所 因为我这边楼高比较低一点 所以这个盆杆是位置比较低的 所以我膝关节要稍微弯曲一点 脚就踩在这个弹力绳上 就可以辅助 这样 这样 好 那我们弯曲一点 好 可以 一般会建议先正握 然后宽度稍微拿捏一下 不要让你的肩膀觉得不舒服 这是有辅助的 先做个三甲给大家看 所以 这个 随着你的 做的次数越越多 一样 超过八下 你就可以把这个弹力绳降低 或者是说把这个张力降低 把它辅助的力量减少 那是不是你的力量虽然就增加 希望有一天你可以做超过五下 然后不需要辅助 好那你是不是就逐渐的进步 越来越强壮 好那我们说 现在大家已经知道说训练的重要性 好那虽然苏密之建议大家去要找教练 好要去安全的训练中心训练 好但是大家还是很想要自己练 那我就会建议大家从上半身开始练 那我们今天教的大家 第一个是肩推 第二个是划船 对不对 然后第三个是握推 或是你也可以用浮气挺身替代 那第四个就是这个引体向上 那引体向上是最难的 那会建议有辅助的方式 我们可以使用弹力绳 配合蹲矩架 那有横杆的有挂钩的 那假如说你可以做五下以上 那可能像家里附近的小公园 那你就可以做了 这个是上半身的四个方向 好都是垂直或是水平的 那你说45度的呢 45度就要复合这两种嘛 你可以立的分解成水平跟垂直的方向 那要做多重呢 那不要低于五下 要超过五下 然后不要超过八下 你就控制在这五到八下之间 低于五下就要放轻一点 超过八下就加重一点 然后可以做三到五 最少就是五下三组 最多就是八下五组 但是不要做太多十下 然后这么八组 你做很多 那你就不会做很重嘛 那其实重量就是强度 我们说训练要有强度 所以这个概念先给大家 好那希望说你自己练了以后呢 可以第一个有进步 然后第二个呢 发现说训练其实是有深度的 你必须还是要请教专家 好那这就是今天的节目 那欢迎大家收看 然后后续我们还要继续拍摄 跟训练相关的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